而在日本发生了核电厂危机之后 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提出她的非核家园构想 作为总统初选的政见之一 但是却立刻引来各界许多不同的意见 而蔡英文今天在接受广播节目主持人赵绍康的专访时 提出非核家园理想的两大关键 包括了要调整高耗能的产业结构 以及民众必须要改掉浪费用电的习惯 她相信只要大家共同思考如何开源节流 台湾就能够不必依赖核能发电 丽贫民进党2012总统初选的蔡英文 首次接受从政坛转战媒体的赵绍康广播节目专访 最近蔡英文宣布参选后提出的第一项证件 2025年台湾非核家园的构想备受质疑 要如何做到蔡英文说就从怎么用电开始检讨 我就想请教蔡主席 你的2025的非核家园要怎么达成 蔡英文表示目前台湾被转电力大约是23% 扣除核能发电的18% 剩下大约5%的预备电量 距离维持安全运转的15%只差大约10%的被转电力 他认为这可以透过节省用电 改善目前非核发电基础的效能 发展再生能源以及调整产业结构来达成目标 我们这电子也很好 但电子其实是高污染高耗能的一个产业 那怎么办呢 全机器化的生产的话 你的国内的你的国内的这个这个就业问题 一直是一个我们大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那更何况就是说你如果采取这种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的话 就是高耗能 那你必须产业的结构必须要改变 提到调整产业结构 蔡英文也讲到备受瞩目的国光石化 他说台湾不是不要石化业 但石化业是高污染高耗人的产业 现在国内需求已经足够 若要攻占其他市场 只要克服跨国投资的文化差异因素 技术可以在国际间移动 投资人只要带着资金和技术过去 就能够生产 记者张熊 张子佳 邱福财 台北报道